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升级了一下我的装备 然后在选择CPU的时候比较纠结 我想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 我想很多人也有和我一样的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是选择13 14代的Intel的CPU 还是选择12代的 还是选择AMD的 我最终我是选择了这个14代的i5的14600KF 然后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选购的思路 因为很多人不敢买这个13 14代的CPU 主要还是担心这个CPU会缩缸啊 会爆雷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ntel官方的一些说明 这个是在这个Intel的社区啊 这是他的一名员工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也就可以代表着这是官方的一篇 官方的这个说明声明啊 注意一下这个日期是去年的9月25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主要原因就是电压过高啊 电压过高导致的这个CPU老化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啊 可以看到这个去年6月份 他更新了一个微码 然后到8月份 可能还是没有解决 他又更新了一个新的 然后8月份这波可能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所以9月份的时候 他又更新了一个 就是这个0X12B啊 这个是最新的微码 这个也就是9月份 去年的9月份 然后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 25年的1月份 就没有再更新过了 所以说如果现在购买这个 13 14代CPU的话 它爆雷的风险 应该就比较小了 而且现在 它还提供了这个五年的质保 而且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 自己送保的这个 经历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一般可能一周之内 就会给你换一个新的 所以基于以上这两点 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 14代的这个 Intel的CPU 然后如果你也选择这个 13或者14代的CPU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 要更新你的 主板的BIOS 要更新到这个 0x12b这个微码 怎么样更新的话 基本上在 你主板的官网 都会有说明的 比如说我买的是一块 微星的这个主板 我们可以进到 微星的这个官网 到客户服务这里 搜索你主板的型号 我买的是这个Z790的 VM Plus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可以切换到这个 技术支持 你看 这里帮有 如何更新BIOS 它会有一个这个 视频讲解 它这个介绍的 一般都是 你的主板在 装了这个CPU的情况下 可以 开机的时候 进入到BIOS的 那个页面呢 在那个里面去更新的 然后 有一部分主板的话 它其实是支持 不插CPU 然后直接给主板 更新BIOS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在 你安装CPU之前 就把主板的这个BIOS 更新到最新 是更加这个保险的一种做法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网上有很多教程 就是教你给那个主板调压的 因为这个CPU缩钢 它主要原因是电压过高嘛 所以你可以通过给主板调压的方式 来限制这个高电压 但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那些教程大部分应该是在这个 英特尔的这个 这个微码更新之前 除的教程 你像它这个微码出来以后 你就不需要再去调电压了呀 因为你通过调电压 实现的这个效果 它一定是可以通过主板更新BIOS来实现 如果你是个小白的话 你手动去调电压 反而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我是不太建议你再去调电压的 就放心大胆的用嘛 用坏了再去换 首先要看一下你主板上有没有 这个BIOS这个字样的 这个USB插口和一个按钮 你得有这两个东西 你才能支持不插CPU更新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吧 以我这块微星的主板为例啊 其实 不同厂家的这个主板 更新的方法是差不多的 首先你要下载最新版本的这个BIOS 你可以看到这里 更新CPU这个微码0x12b 然后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解压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TXE文件 和另外一个文件 我们把这个另外一个重命名一下 微星的 因为我这个是微星的 我重命名为msi.rom 然后找一块U盘 先格式化 那你U盘里面的内容 如果有用的话 你要先保存 格式化的时候 文件系统选择 这个FAT32 然后点击开始 格式化完之后 你再把这个 刚才下载的这个BIOS文件啊 就是把这个文件 放进去 先把主板的电源线接上 只要接这一根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电源 然后把U盘插入到 标有BIOS字样的 这个USB插口里面 然后长按上面的 标有BIOS字样的那个按钮 长按三秒钟 然后你就会看到 它一直在闪 然后就要等几分钟 一直等到它不闪了 就表明它已经更新好了 然后这个BIOS更新完成之后 就可以装CPU 正常装机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